今集同大家睇一單的新聞啦! 今集的新聞就講緊啦! 在澳門的板像堂街大廈的一個單位, 這三個人是無呼吸心跳亦都送了去醫院搶救的。 去到今日的下午大約1點, 消防局在板像堂街德香李某大廈一個 一樓單位接觸三名人士, 分別就一男一女同一個男童的都是澳門居民, 年齡的介乎5到40歲, 就已經是無呼吸心跳, 由救護車送上山頂醫院搶救, 即是說他們這道理論上來講應該是一家三口, 男童應該是5歲, 一男一女估計都是父母。 消防員去到現場處理, 亦都將兩罐石油氣移到腦台位置, 消防員就進入單位調查, 亦都在裏面用一個儀器去偵測單位裏面的石油氣毒素。 如果是要去偵測石油氣毒素的話, 應該很大機會是漏石油氣毒素, 然後就成家這樣。 年尾流流發生這樣的事真是非常之不幸運, 是悲劇來的。 大家都記得小心點去注意家裏面的設備, 包括電器、石油氣這類這樣的東西, 因為最近澳門來講幾乎是每日都有一宗火災發生的, 多數都是電器短路, 大家如果是淘寶買電器的話, 就小心點留意電制的問題, 還有好像今次的案件那樣, 好大機會是由石油氣引起的,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好了,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